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精准 真正要除真品 征服品 这也是我一直牵挂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 主导了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累计减品七亿多人 走出一条中国式扶贫道路 然而 当前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贫困人口质品原因各不相同 有的读不起书 有的看不起病 有的住危房 有的没有劳动能力 有的缺乏启动资金 脱贫难度越来越大 进入到本世界以后 贫困人口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绝对数量 比例也是越来越少 但是脱贫的难度越来越大 就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不断的出现了不平等 日益增大的这样一个现象 就使得发展的机会 发展的好处 容易被那些优势的群体 优先的捕获 这样的弱势的群体 不能够很好地受益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政策 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 严重地影响经济增长 就是贫困程度越不平等 实现经济增长的难度越大 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的山区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 中国贫困人口共有7017万人 从区域来讲 有14个集中联片特困地区 有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线 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 这些重点线和贫困村 分别覆盖了农村贫困人口的60%和80%以上 那么你看着这个带颜色的这样的一些地区 是我们集中联片的一些困难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困难的人口比重比较高 太行山 这个是六畔山 秦坝山 吴梦山 和西兰的这些石墨化山区 再加上四省的藏区 再加新疆 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问题 没有路 没有水 冬天还能冻死人 能磕死人 饿死人 冻死人 不下雨 你收不住粮食 自然条件恶劣 这里是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巷 独龙族主要的聚居地 自古以来独龙族以刀根火种的粗放农业为主 这里不同店 不同路 同时处于大山深处 大雪封山后与外界无法联系 长达半年 生活环境恶劣 信息闭塞 这里成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对 中国人的空间 所以确实放入 改变了 也是 许戏等等 所以确实放入 如果阻挡了 我跟饿死人 如果当你放出来 1965年 为了改变独龙族生活现状 在当地政府和部队的帮助下 修建了一条65公里的人马一道 组建了一只国营马帮 何雪里 曾经是国营马帮中的一名赶马人 在他的记忆里 每年的六月 大雪刚刚解冻 马帮就要开始从这条狭窄的马道上 运输冬季急需的物资 然而 这个季节 雨雪刚刚融化 道路最为艰险 一不小心 人和马都会被翻到山下 半年阴雨 半年雪 是对独龙江气候的形象描述 冬季 挨挨白雪 是马帮最知名的危险 大洪山雪地里面 根嘛 帮拉嘛 那些危险的作用 边拉边走 也还有下刀子 也还有下东西 也还有上东西 路 这个有时候画 再不做 那些好 好脚步了 那些画下去 不是没弹着那些路的 没东西单着 没摔下去 那样 死呢 也多 马死了 换成是马兵了 人扛 人背了 就是有时候是 封印的 那 还得理的那些 马上 假 假破了 尽管 人马一到的修通 马帮的出现 为封闭的独龙江 打开了半扇门 但是 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 这种原始的运输方式 远远改变不了 独龙江乡的贫困落后的面貌 西海谷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 天上不飞鸟 地上不长草 风吹沙利跑 娇汉的黄土 赤鲁的山鹤 鱼不生 树不长 苦鸡家天下 这便是西海谷 最真实的写照 20世纪 30年代 至70年代 西海谷人口不断增加 然而 环境遭到破坏 当地水土流失加剧 同时 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 复杂的气候条件 薄弱的经济基础 行路难 吃水难 上学难 旧衣难等情况 异常突出 处于宁夏中南部山区的西海谷 成为自治区最为贫困的地区 马锡亮居住的雇员 是圆州区 开城区 上青村 吃水要到几里外去了 种田也是靠天吃饭 天老输不回 天恨长不起 这坏就不行 要是下雨的就下 要是汗的就汗 要刮风就刮风 土鸡也泼 受不了粮食 那么这个地方生活也很困难 西海谷的南 南在行路 没有路就没有与外界的沟通 西海谷的人们 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沟河中 多数人没有走出过大山 路道也不好 土鸡全就在那山梁上 路也不好走 我也从小没有出过门 就在家里经常待着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一直是西海谷的基本现状 发展技术薄弱 生存条件艰苦 生态环境脆弱的状况 长时间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土鸡要是风桥雨送了 菜单粮 就是能维持我们家里生活 就不买粮了 不买菜了 这些东西 就靠 一年收入 就靠我养着牛和羊 西海谷的穷穷在水上 这里山大沟深 气候干燥 降水稀少 蒸发量是降水量的食余倍 人们吃水只能依靠汇集雨水 或者从很远的地方拉水解决 饮水安全很难保障 在以前的生活 环境水太远了 我们几乎还在两公里位 要敲水 如果带子敲 一早上 马马虎虎起来 就去敲水 敲回来以后 才改加其他的活 要是去就迟了 那个泉里面还没水 早上饭就吃不了 还等到中午以后 那个水淌满了 你才敲去 很困难 这里是甘肃省通卫县六一村 是一个典型缺水的山村 年降水量不足五百毫米 而年蒸发量却高达两千毫米 自古以来 全村村民只能靠一口泉沿供水 而这口泉沿也是附近周围村落 唯一的水源地 李守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在他的印象中 有的村民 甚至每天要走上二十多里的山路 到这里搭水 当然要花钱吧 一关税 从这个地方涨 大概有五块钱 那么来回来 用飞去根据这个路程的远行 就是泡一趟 四十的月月 六十的月月 八十的月月 像更重大的话 这个走钱比较好 一趟四十就客气 有上面这个山顶的 这个钱 他就得把水 因为吃水难 不少农户家 都得有专门招水的劳力 一年四季 奔波到路上 为全家人寻找活命水 带两个头 到那个地方顿着 因为带水的人很得 这个小村子 全部都在那里 每个圈上八十都要活什么 每一家一个人 回着是娃娃 你赔的跟钱了 把水药上放着白个 等着大人来了 带回去了 一旦水 咱们既要吃 又要洗钱 还有植呀 狗呀 这些个 他们都要允水 那个一天 一旦水就允得很紧张 与缺水相生相伴的 就是贫穷 有资料显示 在整个中国 目前仍有三亿人 没有安全的饮水 饮水困难的农民 仍有两千多万 而在农村 九千多万贫困人口中 有六千多万 是因为缺水而贫困 因此 解决缺水问题 成为西北 乃至整个中国 扶贫的关键 缺水问题 是西部地区 贫穷的关键根源 唯有从源头上解决 西部脱贫之路 才能更加顺畅 水窿 是干旱地区人民 古以有之的 除水方法 但以前是土窿 不耐用 而且缺乏过滤等设施 2000年 母亲水窖项目 为西北缺水地区 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 使人们能够利用污蔑 场院 泼沟等截流设施 有效地蓄集到 有限的雨水 一共一年的 基本饮用水 早上起来 舒舒服服地 喝一杯热茶 再也不用为脱水 而起早贪黑赶路 使力收紧 大半辈子的期盼 这个美好愿望 在2011年的秋天 终于得以实现 大概我们 我这个池 这个枣 这个葱 不是这个话 这个池水东西 必须解决 你不解决 所以说 咱们还是 还是打 2011年 李守进 听说村里要统计建设 母亲水窖的人数 他第一个到村里报了名 而水窖修建好的那一天 很多村民 好奇地跑到他家来参观 这个建成日和 把那里面的水 挺挺 打到这里 咱们扔着 那里面的 开始洗衣服 用审职这些 咱们一看 这确实很好 很过去 一个是不陪着带着 咱们一个 老子街坊就出来了 开始搞一些 其他建设 这个审联 不担心 水窖 这就是质量的东西 这个就成了 拎着黑色了 与往年冬季 农闲世界不通 用上了水窖的李守紧 再也不用长途跋涉 去找水了 也不必担心 水质的苦涩了 2015年 他在院子里 修了一间洗澡房 装上了太阳能 首先在雨里 雨里挑战了 咱们与世远了 农民 农合马 的时候 就是随时 特色 后半人 求手 这个时候 土地 烟 床 这些 那个吐啤酒大餐 但是咱们不怕 弄完之后 洗个澡 很舒服 建一口母亲睡觉 就可以解决 中国西部 一个贫困家庭的 饮水难题 有了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就可以种植粮食 蔬菜 养生 盖房子 甚至 可以让一个 濒临破败的家庭 起死回生 而在云南省 贡山县 独龙族 一条路 同样也可以 改变他们的生活 独龙族群众 出行难的问题 引起了国家的 高度重视 1993年3月 全国人大 八届一次会议 正式批准 修建 独龙江公路 1995年 在中国交通部 云南省交通厅的 大力扶持下 独龙江的公路 开工修建 沈海明 贡山公路 承包第一人 从修路 最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参与 独龙江公路的 修建工作 因为这边 每年将近 有9个亿的饮量 像特别修到 雪山的地方 当时在那边 修的时候 饮量很多 饮量很多 本身是很晴的天 一放炮 它那个风 花20分钟左右 就过来了 过来就开始就下雨 下雨呢 就是一直从修 到那端路 修好以后 都在下雨 每天都是 衣服都是实的 所有的工人 然后到晚上 回家 下班以后 每一个工人 都要烤鞋子 烤衣服 鞋子的话 天天都是实的 很艰苦 沈海明告诉我们 公路走线 山坡斗峭 悬崖峭比比较多 车子根本进不了山 大多数物资 都要靠人来背诵 这个公路 96年开始修 一直到99年 都是人工搬应 像前期 像工山县城 进来那一段 还是马可以拖 但是这边的 坡太斗 鹿又窄 很多马过头的 马都摔死了 他们后面就 不敢用马 都是采用 人工背影 由于修建公路时 赤柱大多在山上 修路工人 遇到生病或受伤时 往往因为抢救不及时 而丧命 在这边就是有的 就是受一点伤 就是医疗跟不上 跟不上以后 然后这边出气了几天 实习过多 然后就这样不在的都有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些工地 得一点感冒病 发发烧 发发烧出不去 就这样发烧 病死的也有 1999年9月 96.2公里的独龙江公路 全县毛路贯通 结束了中国 最后一个少数民族 不同公路的历史 第一次路通 是我的车子 第一次到独龙江的 第一张车 第一张车前面 在一个村子里边 就是一个小孩 就见到我们的车子 就不停地跑 感觉他就是很恐慌 很紧张 然后我们把车停下来 他又站在那里 不动 车一走他又跑 后面没办法 我们看他跑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就一下就车子 就超过去了 他见到我们车 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抱着一棵大树 在那边 紧紧地 像见到外星生物一样 像以前的话 你看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 都要靠人背码头 从外面印进来 一天可以出气 一天可以回来 像现在的话 你看在整个独龙江乡 这个路通 电通 还有这个四G网络 移动 电信 这些都已经通了 还有这个独龙江卫生所 客应站 像这些酒店 宾馆 食宿 还有这个卖衣服的 小白货的 超市 都已经有了 无法想象的一个翻天 附地的变化了 从人马一道 到简易公路 再到如今 一条长年 可以通行的新公路 独龙族 离自己的梦想 越来越近 这片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山水 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变 2010年 宁夏自治区发改委的统计资料显示 西海固地区 仍有超过105万人的扶贫对象 占宁夏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其中 35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移民搬迁成为西海固人 摆脱贫困迫不得已的选择 2011年 自治区启动一项移民复兵工程 从苦忌贾天下的西海固 到搬迁35万贫困同民 安置到进水 沿路 或靠城等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 帮助他们彻底拔掉胸根 移民搬迁 不是简单的搬家 这些贫困群众 离开足足备备居住的地方 迁到陌生环境 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未知与畏惧 古土难离 肯定还是想念家乡 我死住的那个地方 从生下以后又长得50多岁 我到这儿的四年 我走的时候已经50亿了 今年55了 可就十年家乡 按照政策 生态移民每户建设54平方米的住房 政府每户补贴2.5万元 需要住户承担1.28万元 可是对于不少家庭来说 这笔钱无异于天文数字 全村67户开始只交了40多户 而马锡亮当时也犹豫不决 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到移民店去看一看 他们说让我们交钱 我还没有交 没有交我就是过来看看 到底是环境咋样 人到那个情况去能不能生存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考虑 不考虑要是搬过来过不好咋办 看了以后我感觉不错 一马平川 环境各方面也好 那会儿我来的时候看的时候就盖了我们南义区下面我们这些房子 上面牛厂呀 山区呀 北区 虫铺那边那些房子全部还都没盖嘛 马锡亮看完出具规模的定居店后 回到老家 马上把家里的牛和马都卖了 凑钱把房款交上 而对于没有看过房子的老百姓来说 还存在顾虑 此时乡政府又组织全村人参观了定居店 第二次又组织了八个人 政府逃走进去 我们刚刚看形势就会大变样了 好我们第一次来跟我就不一样了 变化的快点 以后我就跟我们装下聪明 我们就宣传 我说那就注意 再不能变化了我们一定走那个地方 以后发展前途打听 周边有葡萄园 还有公司啥都有 我们去只要勤劳 每天都有花盖 每天都有钱赠 就算是以前我们出去赠70-80块钱 我们每天坚持干 它就是有钱 当中央国务院从共同服务富裕两个大局出发 将东南沿海十个较发达的城市 与西部十个较贫困的省区结成对子 形成东西扶贫协作 指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 西海过的扶贫 离不开东西对口的帮扶支持 帮扶的重点则是宁夏的最贫困的地方 雇原市 在条件便利的地方 建设了一批生态移民示范村 和124个敏宁示范村 马锡良所搬迁的闽宋镇就是其中一个合作项目 政府给我们给的车 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房子 家里的东西 粮食 就给的车 我们就装在上面 然后人来大轿车 我们所有从全部是好想来的 全从来的 12个十几个大轿车 我们就全坐轿车上 都从不领了钥匙 谁在院谁在院 领了钥匙以后 我们刚才 刚来领了钥匙还找不见我们的房子 最后他们这领导 就领着我们 每家一个独立小院 两间砖瓦房 并配备一台热水器 一个太阳灶和一个卫星接收器 同时水电实现全部入户 村里设有活动室 卫生室 文体室 及小学 幼儿园 超市等社区化服务设施 村落干净整洁 靠近公路 出行十分方便 在车上聊 那也各有各的想法 有些说是 不是这房子咋样 我说别怕 自来水也有 建也有 啥都好着你 谁给我们搞那么好 我说政府搬钱 都喊谁搞你 来的时候太隆重了 从这个原龙村大门进来的时候 两边桥锣打鼓 放炮 那个解放军 来把我们一块儿来的少年年纪 上手掺上 掺上 哎呀 热情的很 2011年开始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 实施35万生态移民工程 投资105亿元 用五年时间 将近35万生活在 不适宜居住 不适宜发展环境里的 贫困群众搬钱出来 再用五年时间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统计资料显示 在这轮移民潮中 共有684个行政村 1655个自然村 先后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